好的 小雞汁 你今天的工作就是搬成一根薯條 在這個綠幕前面擺動作哦 哦 所以這個之後就會變成薯條的盒子和薯條嗎 對哦 我們之後會再用CG合成上去哦 哇 這麼神奇 好的 現在把你手上的薯條揮一揮 嘿嘿 像這樣嗎 哦 沒錯 太棒了 揮大力一點 揮大力一點 好 然後再扔開口 大咬一口的感覺 再十大口一點 好好 很好 很好 太棒了 好 那現在我們要在你身上擠番鞋匠囉 現在表現出一個陶醉滿足的表情 手再舉高一點 哇 你真的太有天分了 哦 拍我呢 小雞汁 你真的很適合當我們速食店的吉祥物耶 我可以看看最後的影片會長什麼樣子 啊 現在電腦還正在處理中 可能顯示不出來哦 那我看看目前拍起來怎麼樣 我們明天開幕的時候再給你看啦 哦 好吧 那就明天見囉 哦 拜拜 哦 拜拜 拜拜 不是說我是薯條嗎 怎麼變成是炸雞 啊 這是電腦出問題啦 啊 我要吃雞 啊 明天開幕你還要當雞小物耶 我才不管呢 啊 你今天這份合約怎麼能說走就走呢 不是我 你如果違反了合約 可是需要賠償我們損失的 你這個小廚房看起來滿鮮嫩多汁的 啊 這個小雞腿也看起來滿美味的哦 啊 不想變成炸雞的話就靠我的話子做吧 啊 哈哈 哈哈 快來啊 素脆可口的炸雞塊 來買啊 快來買炸雞哦 我要一份炸雞 不要辣 小炸雞 不對 小雞子你在這裡做什麼 快救救我啊 你怎麼了 我不想在這裡打工 可是老闆不讓我走 還想不我每天工作12小時都給我加班費 還想把我變成炸雞 蛤 怎麼可以這樣 走 我帶你去法院打官司 蛤 打官司 可是打官司會不會很花時間 我才剛打工也沒有錢 別擔心 現在的勞動事件法 是有處理勞動這一的專門法庭 讓審判更有效率哦 如果真的經濟上還是有困難 只要符合條件 也可以向法院申請訴訟救助 可以暫時不用繳納全部的裁判費哦 蛤 想把我們加工讀生帶去哪裡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欺負小雞汁 蛤 我哪有啊 是他自己簽約不看清楚 賠償我也是應該的啦 那你怎麼沒有再合約給我加班費 你有加班嗎 我怎麼不知道 你要提出證明的啊 證明 可可可可是娃娃怎麼證明 小雞汁 你沒有證明的必要 勞動事件法規定 雇主就他應該保存的文書 例如工資新冊 出行紀錄 有提出的義務哦 什麼 在上班的時候 通過我的手收還小嬌 不用擔心 被老闆性騷擾的事件 也能適用勞動事件法哦 可惡是傢伙看來懂不少啊 等一等 有話好說嗎 其他的話就到法院再說吧 別走啊 在這之前我可以先外帶一份炸雞嗎 勞動事件法持有專門的法題 讓勞工可以選擇在工作地的法院提告 還大大減輕勞工許多訴訟費用 佔責任的負擔 透過專業調解 加快訴訟程序 可以讓勞工打官司更有保障哦 一悲美美的 Love 可惡 請為主人聽說 是在我心上開錄 可以讓勞工打賞 我嚇嘩 是在那邊 我們要講完 我們想說 這個作詞